台南市一名37岁南省 因为当期责婚 两当前因为头疼就医 后来比今段是悲严 而且严谨小包专业到脑部 但因为脑部专业 抵来的风险 与脑专业的经流素量 为地 与大小 为人的竞争有重要的关系 清楚这名37岁的凡价 为了抵免相对脑部 重要的既地 与人体的功能 因此利用精准的定位 放下治疗 抵免海马蕙的副业 因为我们全脑造射 放射线会伤害到一些 跟比较重要的器官 譬如说海马蕙 海马蕙是在我们大脑 申部的一对重要的 有关记忆 学习认知功能 或者空间定位的 一个重要的器官 那我们放射线 其实会对这个器官 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那时候有跟病人 就是建议 我们可以用一个全脑造射 可是缺取闪避海马蕙 就是所谓的 闪避海马蕙的全脑造射 那希望说 可以让这个海马蕙 可以放射线的剂量 可以降到70%以上 可以降很多 就是我们用一些 比较先进的一些电脑的技术 让这个海马蕙的剂量 可以降低 那其他的大脑部分 都有照射到 也就是说我们肿瘤都有照射到 甚至其他 不是海马蕙的部位的大脑 也都会照射到 那唯独就避开 这个重要的海马蕙这个器官 其美兵于放射精硫部的部队 何胜又标西 精硫的病人 如果发现脑专业 一般来说 对着担一粒的精硫 会可以进行开桌 也只是立体定位放射治疗 但如果是多粒的精硫 就必须要以专闹放射治疗为主 你为了偏便 想到既地和人体的功能 反正也可以算到 霜专业海马蕙 全哪有奔全地疗 待会请我们下期再见 跟猜痛报答